据华尔街日报周五报道 苹果计划今年秋天推出三款新的iPhone 旗舰手机将采用三摄像头 此前销售不佳的低端XR也会有后继机型 媒体报道称 苹果计划今年秋天推出三款新的iPhone 将保留LCD平廉价款 首用三摄像头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信息称 iPhone计划在新款的iPhone上 应用一些新的摄像头功能 包括较为高端的后置三摄像头 公司考虑在2019年的旗舰机型上 应用三后置摄像头系统以取代iPhone XS Max 但即便如此 苹果依然在后置摄像头的数量上落后于竞争对手 三星发布了配备四个后置摄像头的Galaxy A9 华为推出了Mate 20 Pro和P20 Pro 有三个后置摄像头 在规划新款iPhone之际 苹果公司正在努力应对iPhone销售低迷的局面 在中国大陆市场 苹果选择通过渠道商下调iPhone的售价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零售商的iPhone价格在本周中期开始调降 本周末至少有六起促销活动 北京时间1月11日周五 京东平台Apple自营旗舰店的iPhone 8 8 Plus的价格 分别为3999元和4799元 分别下调了600元和800元 与目前苹果官网报价5099元和5999元 分别相差了1100元和1200元 上述旗舰店4799元售价的iPhone 8 Plus限购一件 和购买3999元的iPhone 8一样 参加满额返卷和换购促销 而京东方面表示 这次降价行为是苹果公司要求的 上周苹果公司在近12年之内发布了第一份收入警告 其股价下跌了10% 这是6年来最大的日内跌幅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说 中国经济疲软以及美中贸易战 是苹果公司业绩预警缩水的主要原因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日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 一个午餐会上说 苹果销售业绩预警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放缓 鲍威尔说中国经济在放缓 正在消费者支出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零售支出疲软 才导致了苹果销售业绩预警 而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iPhone需求放缓之际 苹果公司把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务 当作一个亮点 苹果公司正在调整公司战略 调整步子不大但有点激进 该公司对自家领地向来防御严密 但如今正在边界上打动 服务已经成为苹果公司增长最快的一块业务 2017年库克设定了到2020年 使这项业务增长一倍至500亿美元的目标 上个财年 苹果公司这部分业务收入增长33%至397.5亿美元 库克设定的目标实现在望 服务业务在苹果公司总销售额中占比15% 高于2016财年的11% 而受新会计准则的影响 苹果公司上周对上一财年各财季的业绩进行了重新的分类 将部分产品收入规划至服务业务 但苹果公司的服务业务与用户使用的iPhone iPad和Mac电脑的数量息息相关 而这些设备的增长已经开始放缓 过去苹果公司服务业务表现不一 iTunes和Apple Store大受欢迎 Maps一开始因不够精确而受到影响 Apple Play增长动能不足 Apple Store的成功掩盖了苹果公司的短板 美国富瑞金融集团数据显示 这项业务对服务业务的收入贡献最大 在销售额中占35%左右 Sensor Tower数据显示 204年以来苹果应用商店收入增长超过两倍 至444.9亿美元 通常苹果公司从应用商店收入中抽取30% 但Apple Store的动能也许正在放缓 Sensor Tower数据显示 除中国之外 去年美国的销售增长也略有放缓 Netflix和Fortnite的打造者Epic Games 正在尝试不与苹果公司分享收入 Netflix计划停止使用苹果公司的新客户计费系统 Epic Games正在建立自己的应用商店 只抽取销售额的12% 预计苹果公司的授权收入也将会放缓 这是去年营收增长的最大功臣 为了成为Safari浏览器上的默认搜索引擎 谷歌向苹果公司支付的费用估计最高达到90亿美元 但谷歌预计这类购买成本在去年月升后将放缓 面对这些种种的挑战 苹果公司正在扩大Apple Music和iTunes的电影覆盖范围 Apple Music现在可以在亚马逊Alexa支持的音响上播放 三星电视机今年将推出一款iTunes电影和电视节目应用 而LG和索尼的新款电视机未来将能够播放来自苹果设备的视频 Bajarin称这些交易表明相比HomePod音响和Apple TV的销售 苹果公司对优先支持音乐和视频订阅服务持开放的态度 他表示无法保证每个人都在用iPhone 分析师猜测苹果公司可能会提供一种包含视频、新闻和音乐等多种项目的订购服务 过去多年里苹果公司走高端路线的一大基础是 苹果的软件和服务只能用在自家的硬件设备上 这也是苹果产品高定价的一大理由 不过在今年拉斯维加斯的国际电子消费展CES上 该公司显然准备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三星电子周一宣布 未来用户将可以在三星智能电视上使用苹果的iTunes软件和其视频库 用户可以从该视频库购买内容 另外这些电视还将支持AirPlay 2 AirPlay是苹果的无线标准 iPhone和其他的苹果设备的用户可以通过AirPlay 把设备上的流媒体内容直接投放到投屏到支持该技术的智能电视上 近日LG、Vizio和索尼等一连串电视厂商 纷纷宣布其智能电视将支持AirPlay 2 这些都在表明苹果的策略正在改变 更加倾向于服务业 苹果公司也不是第一家试图控制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的大型公司 微软和索尼也是如此 这种战略会有效果但最终会失败 该公司似乎终于愿意为了服务业务增长而牺牲一些硬件的收入 但还远远不够 比如说将iOS授权给华为